洞族木建筑不仅继承了我国南方古代甘蓝式建筑久远的传统,而且吸取了别民族生产的记忆,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发展,从而创立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木建筑工艺体系。 古楼这种公共性建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。 古楼是村寨祭祀、议事、迎宾、庆典、歌舞、娱乐的重要场所,是洞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之地。 我叫杨玉琪,从13岁跟父亲学艺,现已有40多年了。 这么多年来,我设计掌墨,建造了七八十座木构建筑。 洞族工匠的建筑技艺,靠口传身教,世代相成。 工匠一般看过地形,便成途于心,然后靠简单的工具和巧妙的结构设计,遵循均衡、对称、和谐的规律进行营造。 洞族建筑模型是洞族木构建筑的缩小板。 其规格、尺寸严格按照洞族木构建筑的标准制作而成。 首先,要寻好木料,再经削平、刨平、划线、拉墨、定位、开孔、制作笋某构建等,基本工序就完成。 洞族鼓楼最具特色的是顶部结构设计,采用穿斗结构、台梁和井杆式结构融为一体。 顶层岩口行似冠写,一番中国古代塔楼建筑常规,其建筑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地。 作界手艺需要有一定领悟,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把洞族木构营造记忆传情下去。 古楼是村寨的凝聚力、亲和力的象征民族的族规。 古楼不但要建得雄伟壮丽,而且要凝聚民族文化仪义身,祖先的图腾,民族的宗教信仰。 历史的文化积典无不在古楼中体现出来。